随着春季的脚步 我们的男神胡哥和他的家人最近前往三亚度假 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和碧蓝的海水 这次曝光的照片中 胡哥的妻子黄西宁也一同现身 他的侧脸美丽动人 丝毫不输给娱乐圈的女明星 一家三口的生活显得如此温馨和谐 不禁让人羡慕不已 近日 有网友在三亚偶遇胡哥及其妻女 他们的幸福画面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 从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胡哥和黄西宁身穿休闲服装 手牵手漫步在沙滩上 女儿则在两人的呵护下欢快地玩耍 这样的画面 无疑是人间最美的风景 胡哥 一位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难以忘怀 他的演技精湛 性格低调 一直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影响着身边的人 而现在 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真正的幸福 与黄西宁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并迎来了他们可爱的女儿 这样的幸福 让人由衷地感到祝福 黄西宁 胡哥的妻子 是一位低调而才华横溢的女子 她与胡哥的相遇相知相爱 成为了娱乐圈的一段佳话 自从嫁给了胡哥 她便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然而 她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 反而更加努力地支持着胡哥的事业 如今 她与胡哥一同享受着家庭的温馨时光 让人感叹爱情的美好 三亚 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成为了胡哥一家度假的圣地 在这里 他们享受着阳光 沙滩 海浪和仙人掌带来的美好时光 一家三口的笑容 成为了这个季节最温暖的阳光 这样的画面 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除了家庭生活的温馨 胡哥的工作也一直备受关注 他不仅在影视剧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如今 她能够将工作与家庭生活平衡得如此之好 让人对她的智慧和情商深感敬佩 而黄西宁作为胡哥的妻子 她的侧脸更是引人注目 从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她的侧脸线条优美 五官精致 与娱乐圈的女明星相比 也毫不逊色 她的美丽与智慧 成为了她与胡哥爱情故事中最靓丽的风景线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 我们常常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累 而胡哥一家三口的幸福时光 却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 爱情 家庭 事业并不是互相矛盾的 而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他们的故事 让我们相信爱情的力量 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最后 愿胡哥一家三口的生活 永远充满温馨和幸福 也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和幸福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比家庭和爱情更重要的事情了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的幸福生活祝福吧 接下来说 明明只是助理 却能嫁给胡哥 黄西宁仅凭一点 打败了所有女星 一年前的胡哥还是单身 一年后的他却已经家庭圆满 其实从胡哥官宣恋情开始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以胡哥在娱乐圈的名气和地位 就算是恋爱结婚 也应该是和一位知名的女星 前有薛嘉宁 后有江书颖 胡哥的恋情虽然比较低调 但每一次的恋爱 基本都是圈里人 所以大家也很难明白 为什么胡哥最终结婚的对象 是助理黄西宁 此前有媒体爆料称 胡哥之所以和黄西宁走到一起 是因为女方背景深厚 什么知名公司的大小姐 富二代 特殊身份等 可真正当胡哥官宣恋情后 所有关于黄西宁的谣言 都不攻自破 在互联网的时代下 只要你想 所有人几乎都是没有隐私的 说是黄西宁的经历 只能用普通来形容 他出生于福建 家里没有什么背景 父母不算有钱 只能说中等 黄西宁的学历 也不是什么博士 重点本科毕业 而是一位大专生 不过他学的化妆专业 有利于进入娱乐圈 后来黄西宁也凭借自己的能力 认识了刚出道不久的胡哥 并且做了他的助理 黄西宁一步步走到今天 并不是因为胡哥对他的特殊关照 早先黄西宁只是一位化妆师 平常也见不到胡哥 只有在演出活动时 偶尔为胡哥化妆 后来黄西宁陪着胡哥度过很多磨难 两人也越来越熟识 黄西宁成为了胡哥的执行经纪人 帮他处理日常中的所有事 包括合同的洽谈 演出等 除了助理的身份以外 黄西宁跟胡哥关系好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胡哥家里的宠物 众所周知 胡哥很喜欢养猫 甚至爱猫超过了女朋友 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胡哥谈到自己选择女朋友的对象 其中有一条就是 我们家的猫要喜欢它 毫无疑问 黄西宁是最有条件满足这个要求的 跟随胡哥工作多年 黄西宁和胡哥家里的宠物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当然 在胡哥的人脉关系中 能跟宠物打好关系的 不知黄西宁一个 除了这点以外 黄西宁最吸引胡哥的 其实还有一点 那就是足够 听话 纵观胡哥的历任女友 我们就会发现 胡哥的女朋友类型都很有特点 比如薛嘉宁 江书颖 还有谣传的杨幂 他们的事业心都很重 有时候事业甚至超过了爱情本身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 胡哥和初恋薛嘉宁 明明都各自单身 却没有重新和好的原因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胡哥早年间接受采访时 曾经谈到了自己的择偶观 其中有一条就是 如果恋爱的对象是同行业的女演员 胡哥会要求对方改行 当然 他本人也知道这种做法不对 还调侃自己是大男子主义 不过在娱乐圈里 像胡哥那样保持同一观点的人 不在少数 究其原因 是他们知道娱乐圈的复杂 尤其是女艺人 婚后为了丈夫放弃事业的 更是不在少数 但这个选择 对江书颖等来说 无疑是有很大风险的 除非对方真的博得自己信任 否则谁会放弃事业呢 除此之外 胡哥对另一半还有一些要求 比如不能美甲 要干家务等 总之胡哥对另一半的看法 就是贤惠顾家的女生 而这一点 大多数娱乐圈女星都做不到 他们习惯了光鲜亮丽 被照顾的生活 不可能拉低姿态 去照顾另一个人 恰巧 这些特质 黄熙宁都满足 首先在工作上 黄熙宁就是幕后经纪人 够稳定也够隐蔽 其次黄熙宁和胡哥 本来就是上下级关系 生活中也是如此 黄熙宁善良 顾家也熟悉胡哥的生活状态 两人自然而然走到一起 再合适不过 当然 只有这些是不够的 黄熙宁能和胡哥在一起 除了出色的能力以外 大度也很关键 胡哥和黄熙宁恋爱不是一年两年 可能在很久之前就确定关系了 期间胡哥也演过不少角色 跟众多女星互动过 但在这些过程中 黄熙宁没有表现出丝毫介意 这才是最打动胡哥的一点 总之 婚姻本来就是两个人 两个家庭的事情 对于胡哥来说 他拥有光鲜亮丽的人生 也有能力呵护好另一半 所以跟黄熙宁这样性格相投的人在一起 并不让人觉得意外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